而曾經涉嫌販賣大麻煙蛋招結束的 Toys開直播時 質疑說澤民他為什麼只驗尿不驗法 對此心比行大也有作出回應 Toys直播打上大麻煩 就是要對決標題 開播信超過10萬人觀看 Toys直播先是讀了許多則的新聞 在看到圖片中查獲的毒品時 連連大喊東西也太多了吧 卷胭脂 研磨器 秤重的 而在看到九妹被移送後 驗尿沒有驗毛髮 Toys說自己不服 沒道理有那麼多東西只驗尿 然後不驗法 我那個時候都有驗 而且我的頭髮沒被驗到大麻成分 結果我被抓去樂界 憑什麼九妹不用驗法 對於為何沒有驗毛髮 行北市行大表示 現場有搜到大麻 明確構成毒品罪 也依規定驗尿 除非檢察官認定有需要 才會再驗髮 九妹鷹持有大麻 而形象大跌 而也有前科的Toys 日前就開直播狂酸 九妹東西也太多了吧 更質疑他為何驗尿不驗法 此舉呢一次就遭到了九妹的封鎖 對此Toys持續開爆猛轟九妹未善 到底為什麼不驗法是我最不能夠理解的 那你告訴我 那為什麼我要驗法 且我沒有驗出來沒有驗到 該有的成分我還是得樂界 因為你們這些人 家裡有這麼多的東西 你告訴我你沒有再抽 我真的不信 Toys看到檢方查獲的毒品時 連連大喊 東西也太多了吧 捲鹽紙 研磨器 秤重的 而對於九妹被移送後 驗尿沒有驗毛髮 相當不符 更認為九妹形象好 廣告業配接了不少 損失的金額可能高達千萬 真的是完蛋了 這一次是一棒搭醒了九妹 而連日來不斷針對九妹胡麻風波的發言 Toys在社群網站上也透露 遭到對方封鎖 不滿腔 網軍一看就買超大 真的很可悲 小圈圈挺這麼用力 而且還諷刺九妹的同溫層都很偽善 引發網友熱烈討論 九妹他現在的一舉一動 都是受到大家的關注 昨天他在社群平台上轉發了一則 是網路上瘋傳 他和網友對話的私訊截圖 並且他還寫下 道義三個字 引發熱議 我要跟我的觀眾 與粉絲道歉 我真的很抱歉 那我的確在今年國外跟台灣 都稀釋過大麻 警方問我時 我也全程的承認 昨天網路上瘋傳一張截圖 電龍市某名網友私訊九妹 裡面寫著 我跟你說一個祕密 我們班有班隊 好好笑是真的 今天是他們交往第七天 你要保密 也要跟別人講 結果九妹當時回應 沒問題 替你保密 如今九妹因為涉嫌持有大麻被逮 該名網友傳訊提問 笑死是不是有人沒替你保密 害你被抓進去了 九妹回應 幫你保密 你還來嗆我 道義呢 這張截圖在網路上瘋傳一整天 有不少人質疑這個截圖的真實性 直到本尊透過官方Twits轉發 並且寫下三字 道義呢 引發外界聯想 是否間接證實 確實有這段對話 一貫的幽默態度也引發外界熱議 九妹他其實在YouTube圈擁有廣大人脈 以及高聲量 不僅收到不少網友的支持留言 他的網紅好友阿滴還有魚乾等人 也紛紛的在社群轉發他的影片 力挺他 過去和九妹合作多次的魚乾 率先在IG轉發影片 稱他是最尊敬的創作者 這次做錯事情勇於面對並且改過 還是會給你讚 而九妹被捕的前一晚才跟阿滴聚會 阿滴是簡短的寫下 整理情緒面對錯誤 邁向未來 公開向好友喊話打氣 九妹回應說謝謝阿滴 另外胡子也親切的叫他老哥 搖他壓力大可以一起爬山 牛爸則說 人生中都會有犯錯的時候 能勇於面對是最好的做法 調整心態 持續創作 對九妹高喊加油 網紅九妹還有雷拉夫妻 都捲入了大麻的風波當中 有不少人都很好奇是否會影響他們 未來的發展 而對此網紅T妹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說他覺得在台灣 根本就是越罵越紅 新讀反而會換來更多的流量以及關注 T妹分析台灣是含蓄社會 即便走真 只要靠著表人 酸人 罵髒話也可以紅 因為人們容易認為好感好有想法 加上台灣是壓抑型的教育 只要有人與眾不同 講話大聲 就算全都是歪理 人們也很容易投入崇拜的眼光 而至於九妹雷拉夫婦 是否未來受到影響 T妹認為這一波 會讓這些人迎來事業高峰 並且表示 大批人關注謝謝各界 免費宣傳 業配會接到手軟 課要吸毒100%不會影響社會形象 反而換來更多的流量與關注 T妹說 當你們說他們完了 是大眾想太多 未來他們依然老神在在拍影片 也謝謝各界融入的觀眾 關注流量密碼動起來 這一局誰贏就是吸毒者 那其實現在大家也很關注 究竟九妹射毒的下場會是什麼 對此有律師表示 若是九妹做出一個舉動 不但有望減刑 甚至還有機會免刑 網紅雷秋律師就決定是你了 在粉絲團 針對九妹持有毒品事件表示 基於毒品對個人和社會的危害甚至 所以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針對各種行為太一樣 例如製造販賣 意圖販賣而持有 強迫他人失用 引用他人試用 轉讓 自己試用或持有等 處罰程度都不一樣 他指出依照規定 只要供出毒品來源 使得檢警 偵破其他正犯或是供犯者 就可以減輕或免刑 依照這個規定 不只可以減輕 甚至有機會免除其刑 在毒品案件當中 供出上游 可是比超佛經有用得多